- 王毅肯定是接外交了,管外交的委员,中央委员。 所以你看到美国一圈,除了见基金哥,还见谁看到了吗? 都是那些基金大佬,全是那些基金大佬。 然后呢,再见了这个过去亲共的各方人士,是吧? 就是战狼羊,战羊狼,战羊琴,还是战狼羊琴,还是披着狼皮的琴,还是披着羊皮的琴都好。 任何一个人,他们都知道现在在美国什么样子。 现在直奔美国,就是要蓝金黄勾兑。 对普大地,在对整个乌克兰的这个穷雄极恶,和他已经十日不多的生命。 加上现在人民币不可能控制得住的,必然是暴跌。 然后香港,台湾形势,不可逆转。 你能把香港弄到以前去吗?你能把欧洲弄到以前去吗? 想把战狼外交变成战羊外交,甚至磕头外交。 甚至想要蹲下来和躺下来装死的外交。 这就在全世界的社交媒体面前,特别是在爆料革命面前。 它是透明的,它啥都不是。 我们会一一给它搓穿。 接下来要推出,为新的未来,新的世界未来, 共存共亡的,共住的方式。 然后是一再的要中国搞政治改革。 马上二十大以后,政治改革。 你看着啊,政治改革,经济改革。 然后呢,要向西方拼拼施出援手。 然后大量的释放出利好消息。 甚至在监狱里会放出一批经济犯,经济犯。 然后这私人企业家都弄好。 后面拿枪顶着,前面让你笑着。 然后你哭着,去回家。 笑着去对外国人,然后去继续坑钱。 这就是共产党它永远玩那几招。 它只是换了换一个不同的时间,不同的表达方式, 内容都是一样的。 所以说兄弟姐妹们,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, 末日狂奔当中,它可用的招数已经不多了。 我们这个新中国联邦爆料革命最关键的是, 就要纠缩。自信,敢于纠缩。 敢于面对现实,而且坚持为真不破。 那共产党会嘛,它不会坚持为真不破。 它就是一个圈又一个圈的坑,再坑。 它最终必然,就像全苏联一样,被自己的人民所推翻。 被共产党内部的政治斗争所消灭。 它没有任何可能。 如果它要是开战,它就被全世界联军消灭。 不管它有多么嚣张,病毒溯源马上开始。 不管多么嚣张,科技和金融脱钩马上开始。 不管它怎么欺骗,香港的经济将永不能回到以前。 不管它怎么忽悠,怎么交易, 中国大陆的经济再想回到以前,绝不可能。 新疆的大屠杀,西藏的屠杀,和在香港犯下的罪行, 这些人道罪行,永远不可能被抹去。 没有人可以跟他做交易。 谁想跟他做交易,那就咨询死。